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足换帅大反转 逐协心仪之人并非李肖鹏 提议总局做对了一件事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阿三坎球 我是阿三 这视频开始前 辛苦大家常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让阿三的视频给更多关注国足的球迷看到 谢谢大家 接下来和大家说一下最近的中国国足换帅的事情 我也知道其实自从李铁的下课声音传出去之后呢 外界是纷纷报道说 这一次很有可能替换李铁的一个主帅是李肖鹏 虽然说目前中国足协还没有正式去官宣这样的一个消息 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 可能大家现在的知道的一个人选 唯一的人选了就是李肖鹏 但就在最近的目前根据足球报这边的一个最新报道提到了 其实这次国足换帅是出现了一个大反转 那本身中国足协这边的最喜欢的一个人选了其实并非李肖鹏 而是有别人选 那根据足球报这篇详细一个报道当中我们看到了 其实这下中国足协的是向体育总局推荐了 U22国足的主帅 杨科为奇 那他们可能是觉得这个啊 这个杨人主帅的可能会比较厉害比较优秀 所以呢可能在经历的本土主帅 李铁不作为的情况下 他们希望用这个杨帅来赶别中国国足的现在的状态 结果没有想到那么中国足协推荐的这个人选呢其实并没有得到体育总局的一个喜欢 是体育总局这边的主动提出要去面试李肖鹏 而不是去面试这个国外的一个主帅 所以其实啊最终呢我们也看到体育总局这边的可能也是啊面试了李肖鹏之后呢 拍板定下这个人选 所以呢才会在外界传出说李肖鹏要取代李铁来成为这个中国主帅的一个位置 所以说实话那么其实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我真的要为体育总局点赞 他们这次呢确实是做对了一件事 因为我们也知道其实过往的中国足协推荐的人选力保的人选呢 那么往往也证明了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试任这个主帅的位置 在此前也已经是有钱车之鉴了 不管是李铁还是贾秀全那么在此前呢 都是中国足协包括程序员朱广乎的这些力挺的一个人选 结果到头来那么我们看到什么 那贾秀全在这边带着中国女足惨败奥运会 现在李铁呢带着国足参加12强赛又闯下这么多的货 所以总体来看其实中国足协的对中国国足对中国国足球呢目前整体的环境可能包括一些 整体那些状态的其实根本就不熟悉 所以呢他们选出的人选往往呢其实都是水土不服 要么可能就是 名不副实 所以现在来看那么体育总局呢并没有接受中国足协推荐的人选 而是选择了李肖鹏呢我觉得确实这样的一个选择 是非常对的 起码我觉得我们不要一味的去信赖这些所谓的洋帅 虽然说他们的能力确实不错 但是能不能够适应中国国足能不能够适应我们的现在的一个环境呢其实是真的不好说 所以其实现在体育总局呢难得是啊驳回了中国足协的一个这样的要求和推荐了 那也是另外选出了人选了 我其实觉得呢也真的非常期待李肖鹏接下来 真的不会辜负体育总局以及很多球迷的期待 毕竟现在中国国足的确实是处在一个比较凌乱的一个状态 也需要这个新的主帅来进行一个规划进行个整理 也需要他呢带着国足呢去进行去面对第二阶段那个比赛争取取得好的成绩 所以下来我们也非常期待如果说李肖鹏真的能够上位成为中国国足新的主帅的话 也希望他能够真正利用他的能力带着国足 就像更高的巅峰 起码能够有一个质的变化能够让球迷看待 这样一来中国球迷才不会失望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